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敬爱的兄弟姐妹们平安 我们继续的来分享佛在光中 第三我们大家同心来祷告 慈悲阿们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 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可以再度的来分享你的法语 主求你的光天天的就来照亮我们的心 欢迎此时你继续的与我们同行同在 保险洁净我们捆绑所有黑暗的阴雷 全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和家庭中 都没有地位权柄能力和作为 主因为你就是光 此时欢迎你圣灵的光就来敞开我们的心 让你的话语能听进到我们的心里 能吃到我们的心里 直到我们能活出 成为你光的见证人 我们感谢赞美你 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 阿妹 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 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五到七节 约翰一书第一章五到七节 神就是光 在他毫无黑暗 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 又报给你们的信息 我们若说与神相交 却能在黑暗里行 就是说缓跨不行真理了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 如同神在光明中 就彼此相交 他儿子耶稣的血 也洗尽我们一切的罪 感谢赞美主 神的话也真是 又光明又清楚 又美好的能在我们的生命中 我们再一次分享 耶稣是世界的光 光照黑暗呢 生命就远离死亡 世上的光 光就能照入城 远离心中的害怕 我们说神是荣耀的光 照耀列国有羔羊 成为这个列国的灯 有神成为这列国的光 而这是永远的光 从天使直到永远 即使我们现在 在世界上混乱 黑暗徘徊流离的时候 这永远的光 还是在我们的心中 还是与我们同行 照亮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所以呢 我们有这个光在行走 那么地上的君王啊 信靠他的百姓啊 都要将这样的荣耀 归给我们的神 那这是我们上次所分享的 那我们如何能来完成实际的 行走在我们神给我们的永远光的生命 实际的在生活中呢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所分享的 我们三次里面 我们都有谈说 神就是光 在他毫无阅望 还毫无黑暗 那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的 而我们所报告的 为什么我要再度的重复 这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呢 因为在他毫无黑暗 那么我们从主所听见的 也就是说我们听见了三次 这是一个加强语气 也就是要来提醒我们 在主里面没有黑暗 这是我们所听见的 而我们所报告的 你的这个信息就是 神就是光 那么这个世界需要这样的光 我们不是听过去就忘了 我们要重复 再重复 而且再重复的第三次 他来告诉我们怎样 因为他就离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我们没有理由继续活在黑暗的权势 不管这个世界上给我们看 是多么的绝望 多么的失望 多么的没有盼望 但是我要告诉你 这永远的光 已经就离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所以我们今天所要讲的第一个 我们是在光明中同得着光明的基业 把我们圈到爱子的国度里 我们之所以能承受同得这个基业 是因为我们已经从这个黑暗的权势 搬到光明的国度里面 而且这个国度就是爱子的国度 就是天上的国度 就是他在地上所撒下的种子 因着复佛的灵来传播给我们每一个人 而我们在这爱子里已经得蒙救死 罪过得以赦免 就因为我们在这里面已经得蒙赦免了 得蒙救赎了得宝血的捷径了 所以我们可以一起的来承受 这光明中所同得的基业 就是永恒的光 我们没有理由活在黑暗的灵路里面 我们没有理由活在黑暗的权势里面 那这个现实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 能与众圣徒、众邦国、众神的子民 同读这个基业 同享这个基业 一同承受这个基业 所以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二节 他说我们感谢父 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 而这个基业是神给我们的 是神救离我们脱离所有的黑暗 甚至在他说神就是光 在他毫无黑暗 我们今天就可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捆绑所有的黑暗 所有的黑暗的权势 在你我的生命 在我们儿女的生命 在我们家庭的生命 在我们社会的生命 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地方 我们所居住的地方 我们宣告的时候 这个黑暗就不会在我们的里面 即使我们肉眼是看得见 但是神在他伟大奇妙的大能里面 就是复佛的大能里面 已经为我们设立一个光明的境界 哈利路亚 让我们一起的在圣徒里面 在光明中同得基业 同得什么基业 永远的光的基业 在爱主里面 天国的基业 没有黑暗做主的基业 哈利路亚 所以这是我们实际的生活 我们可以实际的宣告 哈利路亚 那第二个呢 告诉我们 说我们若与神相交 却能在黑暗里行 就是说谎话 不行在真理的 第二个告诉我们 一个在黑暗里行的人 他是一个说谎话的人 他是一个不行真理的人 刚才我们分享的是说 神已经借着爱子 神已经告诉我们 他是光 我们在里面毫无黑暗 神就离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那为什么我们在黑暗里行呢 那这个就第一个 就不是神的问题了 这个就是你本身的问题了 我们若说与神相交 我们今天与神相交 我们今天信靠主 我们相信神就是光 而这个信使这么清楚的告诉我们 那为什么我们很在黑暗里行呢 我们与神相交 是因为我们的罪恶得洁净 所以我们与神交 在黑暗中 怎么能见证神的爱呢 主的学已经解禁我们了 如果你还在黑暗中 那我肯定 你一定没有被神的学者解禁 你一定没有接受他的能力 你一定不信靠他 因为主的学不会 不会在黑暗人的生命中 他只要在一个认罪 他也会会拐 承认自己在黑暗中 而愿意进入光明的国度里面 他愿意接受这个光 得到光照 才能得赦免 得了光照 才能悔改认罪 得了光照 基督的宝血 复活的大能就批在着我们 所以一个在黑暗行的人 他就是一个说谎话的人 他藐视了神的话语 他藐视了他十字架的救赎 他藐视了神拯救的恩典 他藐视了神保血的接近 所以那个人就是说谎话的人 不行在真理的人 所以因为他在黑暗里行 他所遭遇的一切 就要自己负责 因为神说我来我不审判你 我是来拯救你 我来是来光照你 就离脱离黑暗 所以与神相交的人 他绝对不可能在黑暗里面 神创造的所有的资源 拯救的所有的资源 都是为了要来满足我们的需要 但是绝对没有办法满足 一个说谎话的人 一个欺骗的人 一个贪婪的人 一个抢夺神荣耀的人 而且还活在幻望 不行真理里面的人 那这里就来告诉我们 在黑暗里行的人 是一个说谎话 不行真理的人 他神的恩典 永远都来满足我们的需要 哈利路亚 第三 他告诉我们 一个活在黑暗里的人 就是一个没有光照的人 他没有光照的原因 是因为他自己选择在黑暗里 那么一个远离黑暗的人 第一个因为他远离光 光照在前面你不走 你偏偏要偏离去着你自己的路 就是偏行几路 所以圣经上在约伯书 第24章跟十章节 跟十六节他说 有人背弃光明 背弃光明就是他远离光源 无论是光明的道 不住在光明的路上 就好像道解 黑起来咕窿 他不会在白天里面 去你的家挖窿窿的 是吧 因为那样时间的 他就在黑月里面 但是他白入陡藏 并不认识光明 一个远离光源的人 第一个他告诉我们 他是背弃光明 他自己愿意背弃 离弃背离神的光 第二个他不认识神的道 其实这个不认识的意思 不是说他不认识 而是他是藐视 当做不知道 不愿意去看亲夫神的道 那他不在光明的路中 也就是说他明明知道这个光 但是他去拒绝他 就好像神说光来到世间 世间却不认识他 不是他没有告诉他 不是他不认识他 而是他拒绝了他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在强盗 约翰一诗五章 一章五节 也就是说神就是光 在他毫无愿望 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的信息 也报给你们的信息 今天我们听到这个信息 我们报给你这个信息 你还背离光 你远离光门 你背弃了光明 你不明白光明的道 并不是你没有听到 而是一个刚硬的心 一个背道的灵 一个背离真理的道的心 使你活在光中 第二个 他是活在最中 一个没有得光照的人 他的第二个原因就是 他继续活在最中 刚才我们说 神是光毫无黑暗 神把这个光放在我们的里面 就是驱逐了所有的黑暗 他借着爱之 要我们脱离所有的全病 但是 你愿意活在最中 所以在那个约伯十章十记 我若犯罪你就查看我 并不赦免我的罪 是的 我们神查看我们 我们犯罪了 若我们不承认我们自己的罪 如果我们不接受他的救恩 神的救恩跟你是没有关系的 你的罪是不能赦免的 所以在四篇九十篇 摩西在讲的九十篇第八点 他说 你将我们的罪内摆在你的面前 将我们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 也就是说 我们的罪内 其实都摆在神的面前 而且神呢 将我们隐行未见的阿恶啊 那些罪恶啊 那些自私那些贪婪 那些恐怖的思想 都摆在神的面光之中 有哪一件事神不能知道呢 但是呢 因为人的刚硬 人活在罪中 所以不接受神的光 所以这就是一个活在黑暗中人的光 但是即使你活在黑暗中 我还是要告诉你一件事 神是光 在他老母的案 当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重新的来认自己的罪 因为神是信使的 是公义的 他也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那个这个 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这个就是给一切 现在还活在黑暗中的人 还活在刚硬中的人 还活在远离光照 还活在罪中的人 他在给我们现在一个光的恩典 我们还活在的恩典 我们还存在的恩典 他来告诉我们 你还是有救的 你还是可以活在光中的 因为我们落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使的 是公义的 他不会因着我们的软弱而来 控告我们 而且他必定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这就是永恒的救恩 在以前在现在在将来 当我们人的软弱再度的来向神敞开的时候 神那永恒的救恩 会再度的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这永恒的救恩 这永恒的保险 它永远都是在运行 只要在我们活着的每一天 他就有能力来欺净我们 他就有能力来拯救我们 他就有能力来光照我们 再把那神子的荣耀 再度的披在我们的身上 好让我们可以与神相交 这就是神永恒的爱 在我们每一时每一刻 他用他永恒的爱 继续的来感动我们 继续的来激励我们 继续的来怜悯我们 不管你是早得救慢得救 今天神就要告诉你 拯救就是他的意念 捷径就是他的意念 射能就是他的意念 他是多么的信实 多么的公义 不愿意你在黑暗中 自取其路 自欺欺人 Hallelujah 这就是神永恒的怜悯 盼望我们不要刚硬我们的心 盼望我们都能照着神的心意 悔改再度的进入他的光中 Hallelujah 第三个 他为什么要这么行 因为我们与神相交 就是要让我们在光明中得激烈 让我们在光明中 行不活在黑暗的欺负里面 不活在黑暗的作主里面 所以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 他这么说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 如同神在光明中 就彼此的相交 他儿子耶稣的血 也洗尽了我们一切的罪 Hallelujah 神他愿意我们在光明中行 所以他因为神是在光明中行的神 所以神愿意与我们交 愿意与我们相谈 愿意与我们同在 同行 同住 所以他儿子耶稣的血 洗尽了我们一切的不义 洗尽了我们一切的罪 这来告诉我们 他为什么要竭尽我们的目的 也就是说要我们在光中行 成为一个神光明的子女 因为神的荣耀 所花出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而且他把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东西都掌握在他的手中 他愿意洗尽我们人的罪 来与他同享他的创造 而且他借着神的荣耀 来披带我们 使我们与他一起荣耀的行走 这个荣耀就是光 荣耀就是神荣耀所发出来的光辉 就是主耶稣 主耶稣的光 他虽然死而复活到天下 但是他却把这样的光 披带在我们的生命中 使我们第一个 就是成为光明的子女 那个就在义福所书 第五章八节 从前你们是暗昧的 但如今在主里面 你们是光明的 行事为人 就当像光明的子女 神要让出去我们生命中的黑暗 神拯救我们 就是要让我们成为光明的子女 因为从前你们是暗昧的 什么叫做暗昧的 暗昧就是黑暗的 暗昧就是贪婪的 暗昧就是活在罪中的 暗昧就是活在自我的情欲里面 今生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里面 这些是暗昧的 这是见不得光的 这是自私自利 欺人欺己的生命 但是如今 我们在主里面 我们在主里面 就是我们接受了主耶稣 我们接受了主的荣光 我们现在是光明的 所以我们既然是光明的 我们行事为人 就是光明的子女 所以我们今天活在光中的人 我们就是光明的子女 我们就不要再思想过去的暗昧 我们就要放弃 以前你是偷的 现在不偷的 以前你是偷的 现在不偷的 以前你是说访 现在不说访 以前你是虚伪的 现在是真实的 因为我们是光明 一个光明的人 他最重要就是神的旨意 就是我的旨意 在天上如同在地 也在我的生命里面 我们不需要接受人的褒奖 做被子 那些对我们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是光明 光到哪里 就没有黑暗 我们能诚实的 自由的活出真实的自己 我们不需要效法人的榜样 因为我们有一个真实的榜样 真实的生命 就是主耶稣 荣耀的光辉 在我们的生命中 使我们成为光明的子女 那么我们在光中行的 我们既然是光明的子女 我们当然 我们可以结光明的果子 那这个是被光明的果子 一个有光明 在光明中行的人 人家知道 我们的灵面是光明的 我们不但是光明的子女 我们可以结出光明的果子 那这个就也是一样 在以弗所示五章第九节 他告诉我们 光明所结的果子 就是一切的良善 公益成实 一个光明 行在光明中的人 他有一切的良善 他不是说一个良善 而是一切的良善 光明中有一切的良善 也就是善良 善到美善的事 所有一切的美善 所有一切的良善 都是属于光明的人 这个一切包括所有 所有的美善 哈利路亚 所以一个光明所结的果子 它里面没有邪恶的 它没有自私 没有抢夺 没有虚伪 而这个果子 当你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 人家可以感觉到 这不是你可以看到 而是一种心灵的诚实 所以呢 在这个一切的良善里面 他有公益 这个公益呢 就是属于神的公益 他活在神的光中里面 这个公益告诉我们 他的里面是没有黑暗的 这个公益告诉我们 他的里面是光明的 这个公益告诉我们 他对待人是有慈爱的 是有怜悯的 胜过自己的拥有 而这个公益就是因为 在主里面所洁净的爱 一个无亏 无畏 清洁的心 他对别人不会是抢夺 而是一种祝福 一种怜悯 一种施欲 第三个 诚实 诚实就是他没有虚假 他没有虚伪 他没有虚造 他没有虚 里面他没有虚伪的东西 他没有去追求 那不是损于自己的东西 他没有去欺骗 不是他要的东西 他没有去抢夺 悲人的 那种诚实 正直 光明的坦然 在他的生命中 是这样的之处 所以你要知道 他那里面的生命 不是一个电脑 可以制造出来的 写出来的 因为他在哪里 即使没有电脑 他的生命就是这么谈 这么光明 我们现在太利用 那个外在的技术 来包演着我们自己 其实我们的生命 我们有的东西 我们自然就会流露出来 不需要用那个羡慕的话语 不需要用褒奖 为了求人的掌声的话语 因为那个生命 能证实他自己 我们需要这样的生命 是由主而来的生命 是一个光明承受神基业的生命 是一个光明的儿子 在光明中行走 是一个活在主里面 光明的见证者 是一个充满了一切的良善 一切的公义 一切的诚实正直 来与人同行 所以神告诉我们 一个光明的子女 结光明的果子的时候 要怎样 你们总是要查验 何为主所喜悦的事 主所喜悦的事 是一个光明的子女 所愿意追求 所愿意渴望 所愿意行的 而这一切里面就是 告诉我们 神所喜悦的事 就是一切的良善 公义和诚实 神所喜悦的事 就是一个悔改的果子 一个虚心谦卑的灵 神所喜悦的事 就是圣灵的果子 那里面有充满了人爱 喜乐和平忍耐 温柔节制 恩慈的灵 在我们的生命中 这一切的良善 都是从神而来 而因为我们是光明的儿子 我们就必须活在这样的里面 使我们的生命的自由 使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喜乐 祂能用光明的心 来与人沟通 所以因为神是信死的 我们就不能活在黑暗中 我们要相信死是公义的 我们就不可能活在罪恶中 而能蒙神的赐福 那里就是描述神 十字架的座位 所以我们是光明的 我们就披戴着神 荣耀所花出的光辉 就是神子的光辉 今天就有个信息 就是来告诉我们 神的儿女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一个活在光中的人 他能善慰出神的光芒 他能善慰出神的荣耀 他能爱神胜过这个世界的黑暗 因为那个光明在他的里面 因为他是光明的侄女 所以他行事为人 能查考神喜悦 他在乎神的喜悦 胜给人的褒奖 他在乎神的喜悦 胜过自己的地位 他在乎神的荣耀 胜过自己那个短暂的荣耀 所以他里面有良善 是神的良善 神的供应 神的诚实 所以他能结出光明的果子 这个就是今天 我们与大家思想的 神就是光 在他毫无黑暗 我们连续分享了三次 也就是要来告诉我们 这是我们今天所听见的 我们所要传讲的事情 亲爱的不要活在黑暗里面 你是光明的儿子 你要结出光明的果子 在凡事上查阅神的心意 凡事上套足喜悦的事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活在光中 最大的祝福 神的同在 神的同行 神的赐福 那永远的光 从今死到永远 世世代代 与我们 我们所居住之地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国家 永远的照亮 从今死至到永远 盼望这样的信息 我们放在祷告中 我们求神似的诸 我们欢迎你这样的光 就来普照全世界 当我们每个人举起这样的手 祷告的时候 这个世界上只有更光明 更荣耀 神的果就临在我们的里面 不在天上 如同在地上 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 哈利路亚 荣耀归给神 我们同心的祷告 哈利路亚 赞美我们的神 这是多么荣耀的应许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 神就是光 在我们里面 不再有黑暗 不再有黑暗的权势 我们今天就要来接受 捧绑所有黑暗的营垒 黑暗的嚼劳 黑暗的权势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 家庭里 社会里 都不再有地位 权柄和作为 我们愿意集取圣洁的手 是的神 愿你来披戴永远的光 在我们脚掌所踏之地 在我们所居住的每个地方 主你就来兴起 兴起更多像主你仰望的人 使这永远的光 在每一个角落里面 能散步如洋海充满一样 主愿你的旨意就成全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 在地如同在天 荣耀归给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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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